同为特别行战区 为何驻香港部队是三军合成 而驻澳门部队却是纯陆军呢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驻港驻澳部队 总兵力在6000至8000左右的驻港部队 是我国规模最小的一支陆海空三军合成部队 虽然这样的人数规模放在解放军陆军当中 也就是军改后一个合成旅的编制规模 但是驻港部队在级别上还是被设置为正军级 其司令员和政委之前还会高配 享受复大军区级别待遇 不过驻改之后并没有继续保持高配变为复战区级 而是调整为更加合理的正军级 并授予少将军衔 但是尽管如此 驻港该部队的编制和级别依然显得尤为特殊 他们不仅不受任何一个兵种管辖 而且也与五大战区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管辖的合成化部队 而在具体的编制上 驻港部队司令部下降了三大部分 分别为陆军一个步兵旅 海军一个舰艇大队 空军一个航空团 其中陆军方面合成旅之下 设有装甲 机部 魔部 侦察 以及炮兵防空和攻化等多个营机单位 使用的主战武器除了920步兵战车等一系列装甲车辆外 还配备了陆段2000防空系统和猎鹰60防空导弹 而海军方面拥有056A轻型护卫舰 074登陆舰和037导弹艇等10多艘舰艇 以及其他多艘托船巡逻艇等 共同组成的一支特混舰队 近海防卫作战实力强悍 至于空军方面则是主要装备 直8 直9 两型直升机 以香港的陆地空域面积来看 完全可以满足巡逻 支援作战以及返迁等多项任务 但其实单独令身的驻港部队 从实际国土防卫的需要来看 似乎并没有必要 毕竟这个南部战区的实力 也完全能够守护好香港 总共2754平方公里的陆海面积 不过香港的力是一切 其特区地位的特殊性 使得解放军不急要在香港中军 而且还要以陆海空三军 共同进驻的方式 来宣示我国在香港的主权 全面接管香港的领土 领海和领空 并且驻港部队在1993年 最开始的组建的时候 就是按照陆海空三军的标准设置的 而不同的是澳门在1999年回归之后 进驻的驻澳部队却只有陆军 人数规模上也就1000人不到 为什么解放军驻澳部队 不仅没有像驻港部队一样三军合成 而且人数规模和级别都更低 驻澳部队究竟差哪了 驻澳部队虽然同样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 但在级别上却是副军级 明显比驻港部队低半级 按理说澳门和香港同为特别行政区 应该享有同样级别的驻军待遇 但是驻澳部队的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整体驻军人数为1000人不到 如果放在陆军集团军中 也只是一个团级建制的单位 而且还全部为纯陆军 因此基于比驻港部队低半级的安排 似乎也合情合理 不过既然驻港部队是需要通过陆海空三军部队的进驻 来代表我国在特区领土 领海和领空上行使主权 那么驻澳部队只有陆军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 其实这主要是考虑现实因素 澳门本身的面积实在太小了 经过天海造路也只有33.3平方公里 仅为相邻珠海市陆地面积的50分之一 1999年 驻澳部队首次进入澳门驻扎时 甚至只派出了约500人左右 目前驻澳部队的大部分人员 实际也还是在驻澳部队下辖的珠海基地中驻扎 这一点与香港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于香港的面积够大 英国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前 同样是在香港驻扎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 并且在香港设立了十多个驻军营区 而解放军进驻后 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旧有的营区进行改造驻扎 而且不仅陆军有多个营区 海军也有昂山州海军基地可以驻守 空军也拥有石港机场作为基地 但是澳门连陆地面积都非常紧凑 更没有多余的空地设立海军 驻博港口和空军的机场 更重要的是澳门本身是没有搜索海域的 只有根据习惯管辖线拥有的很小一片水域 领空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普代亚政府在澳门回归之前 实际也没有大量驻军 同样只有500人左右象征性的步兵 所以驻澳部队在接受澳门时 没有派出海军空军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实际上澳门之前和大陆之机 就不存在领海领空的问题 虽然后来中央为了方便澳门的发展 特意划定了85平方公里的海域 给澳门管辖 但实际上执法用巡逻艇都足够了 防务工作更是可以由附近驻守的解放军 其他海军部队负责 完全用不到吝啬驻澳部队海军 也就是说驻澳部队与驻港部队的不同 并非后子薄比或者区别对待